这还用我觉得吗 赵亚队已经在这么做了 他喊出了无印 拿到石狗两对的小马哥 神仙都打不掉他 完了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Ranny在卡特味拿到了一对圈 800的翻钱加注 老麦克勾二草花盖掉 零人姐A7杂色 还有Steve同样是一手A7杂色 陶老板三五黑桃 最后一个行动并没有入驰 陶老板打的还是稳的 三人驰翻牌有圈 Branny拿到顶赛 不过这手牌他并没有对手 底是2700 翻牌面打多少 Steve站了出来 这有意外惊喜 本来说这手牌 不然你打上一枪可能两个人全跑了 好 这有人送上1300直接笑纳 好吧 接着来往下看 00K圈杂色 枪口加一位Race到800 赵亚顿 赵亚顿枪口味的八十草花 选择跟了下来 翻牌勾六八 两张黑桃 赵亚顿拿到一个中队 他老板身处后卫 看到两个过牌 这是有想法啊 两张黑桃的牌面 打算去运营一下 翻牌来上一枪 合牌来上一枪 差不多了吧 翻牌面打半尺 赵亚顿中牌 翻牌面跟住还是比较容易的啊 就看后面了 好 转牌 一张大A 这张A 发出来 唐老板基本是要过了 合牌再打就行了 还要继续下注吗 特别上 唐老板下了一个中注啊 这想演一些什么牌呢 勾六两段 唐老板想着 今天晚上我也没打几手牌啊 你总得给我点尊重吧 我难得下回注是吧 最终合牌一张八 来吧 赵姐再过一条街 让对手再打上一枪啊 既然对手转牌已经下满池了 合牌很有可能会打的 因为对手要么就是一手好牌 要么就压根就没中啊 好 赵姐选择领打 那么他老板只有盖牌一条路可以选了 今天晚上赵亚顿的运气比昨天可是强太多了呀 目前是水上第一的位置 继续往下看 小马哥入池了石钩杂色 牵口加二位三败做到了8000 赵亚顿 六八红桃 这还要跟吗 牌差位置也差 唯一的 唯一的一点好处就是 小马哥的牌也不算太强 不过翻牌有勾啊 马拉诺拿到顶盾 赵亚顿只有一个后门的铜花可以追一追 而且还不大 拿到顶顿的小马哥肯定不会手下留情了 这手牌赵亚顿 这手六八红桃 不能只是去等翻牌面的红桃牌吧 马拉诺下注5400 这一枪看起来挺重的 实际上一点也不轻 那些影视解说是不是都这么说 废话文学 副掉吧 赵姐 现在已经是深渊了 千万别一头扎进去 check race 不能吧 去演一对圈吗 还真要打呀 赵姐 赵姐这手牌 哎呦 是有想法 要打下去了 也不能说没有机会 只不过如果真的是set2的话 不会在翻牌面这么打 set2 set7 不会在翻牌面直接加注 马哥果然身经百战 继续跟了下来 这底池已经4万6了 天哪 这张石发出来 基本给赵亚顿判了死刑 但既然翻牌面有了动作 无论转牌还是合牌 我觉得赵亚顿很有可能会继续开枪 这还用我觉得吗 赵亚顿已经在这么做了 他喊出了乌印 拿到石狗两对的小马哥 神仙都打不掉他 完了 赵姐啊 赵姐 我刚刚还在说呀 赵亚顿今天发挥不错 水上第一名 现在行了 一手牌过后直接水下了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今晚最大的底池了 恭喜小马哥呀 成功拿下 12万1的底池 马哥今天打的一点都不落 他就是来赢的 继续往下看 零人节五六杂色 枪口味加州入池 赵亚顿重新补了2万的马 从水上4万多到水下2万多 就经历了一手牌 翻牌A勾五 老麦克拿到一个中队 赵亚顿卡顺听牌 但是卡的K呢 老麦克手里有一张 赵姐慢慢打呀 赵姐哎呀 怎么感觉有点开始着急了 赵姐转牌过牌合牌 一张草花钩 后门的铜画面 老麦克 要不要再过 再过对于赵姐来讲 可就致命了呀 想想还是算了 稍微打点价值 这可不是稍微打点价值 那打5500 赵姐是跟不动了 这不应该是个秒复吗 这不应该是个秒复吗 刚补的2万又没了 哎呀 赵亚顿 赵亚顿 原来赵姐是为了赶紧抢下一条鱿鱼啊 难怪打得这么凶啊 接着来往下看 阿尔顿赵亚顿 从水上4万到水下4万 只经过了5分钟不到的时间 于是重新补了2万以后 开始放飞自我了 翻牌335 这手牌 谭老板拿到了3条3 赵姐 赵姐 赵姐忍住啊 赵姐 别上头啊 真不能这个时候推吧 别人就算没有3 别人拿一对7一对8 也有可能会尻呀 对吧 hold住 hold住美女 hold住 啊 完了 水下4万要变成水下6万了 爱发几次发几次吧 反正我不在乎了 赵亚顿当然是有的翻 但是概率渺茫啊 希望渺茫了 就发一次 没终于带 但也差不多了 有5吗 没有 可怜的赵姐呀 从天堂到地狱 就这几分钟的功夫啊 接着来往下看 赵姐这也是彻底放飞自我了 重新又补了1万 直接推了 经过今天晚上的战斗 估计短期之内啊 赵亚顿应该不会再来了 要回家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翻牌直接死好吧 要回家了吗 好的朋友们 这期视频呢 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推荐